上個星期六 據說屯門農古攤 發電廠的高額設備 因爲發生故障引接 供電系統電壓軸光 即使申請加價 快點說 有一個叫陸嶺行動 聽見這些名字就知道 這些環保團體 他很有趣 他回應 誰是端哥 如果聽我們節目就知道 叫得阿哥 當然有料到 全國僑聯前副主席盧文端 垃圾精肺 雪龍二號訪港 停泊尖沙咀 好了 你真是想不講都不行 這些新聞是星期六出的 但我真是 九龍城潑水節 其實搞了幾十年 由民間自己開始搞的 好了 好了 另外今早 這個做到 搞到我老婆回來 都晚了 有個人叫善入怒軌 即是說得好聽 28歲姓楊的 在 OK 講結即原話 在九龍塘站 懷疑善自進入怒軌範圍 被東鐵線往羅湖方向列車 撞倒陷入氛圍 好了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 阿正 這傢伙真是做了磨心 我覺得他真是送火 話說 有一個 吳女士 吳女士 住將軍澳的 在前日 星期六 前日 在Facebook群組發文 說有一名速遞員 突然間將一頭 貴婦狗送上門 由於他都不知道什麼頭什麼路 拒絕接收 誰知對方就把狗放在走廊 拍了照片 就走了 這個女士主後來和記者接觸 對於速遞員的處理手法感到相當不滿 他說 他都沒有簽收 那個速遞員拍完照片給我 就走了 他說 會作出投訴 暫時沒有打算報警 和向愛動物協會求助 亦都向網民報平安 或是狗隻 目前很安全 已經交由朋友照顧 那事 好了 那 全球追長受男性 另外 美國有個23歲女仔 在網上結識 一名未成年少男 跟著跟她發生性行為 去年11月被捕 案件 又進一步發展 好了 除了這個Pawida之外 在青雅 澎湖 我不知道是不是青雅 應該不是 班克縣有個選美皇后 叫做Canton 這個Canton 都來到復兵役 那些女仔 主要是女仔看完之後 就是泰國的女網民 就說 都 自虧不如 十十分鐘 快說兩單新聞 第一單 就是杭州蕭山 是一個地方 不是蕭尤園 富豪多男生搶入罪 其實 杭州蕭山 杭州一個地方叫蕭山 蕭山可以 蕭是誰蕭呢 真是蕭山的蕭 山是誰蕭山呢 是一個高山 大海的山 是不同的 OK 另外 這些就是愛情 有一個老實人 有一個老實人 她說的 真是蠻老實的 王山 又是網戀 他跟一個張某 姓張的女子 在網上認識 由網絡遊戲開始 十年前 這個張小姐 使用虛假的姓名 年齡 又俄稱自己是名牌大學畢業 慢慢在網上玩遊戲 逐漸墮入愛河 亦都在線下見面戀愛 這個就好些 真是有出來見面戀愛 好了 一點都不意外 其實上個禮拜 我跟大隻豬 跟大隻豬吃飯的時候 他們已經跟我透露了 這個反刻意玩什麼 真是沒有水到的 過關新聞未落 但他們講完之後 第二、兩、三日之後 出現了 好了 趕快 莊斯敏 我真是不想說 43歲 我們看照片 好 回來 第五節 這首歌應該有個八六八七年 千個太陽 大陸就有趣 我聽到新聞 本地媒體就少說 前總理李克強的故居 好了 另外 這裡有數字看 我就純粹演繹 根據光傳媒報道 香港股市皮約 首次上市股票IPO 關堂 不用去報道 我們都知道 找到他的 有些人 會不會 擔憂 可能